和宇宽平安康IDC 是我们全台最重要的云端机房 为了节约能源 安康IDC最大的挑战应该是 如何能够在正常违运下 还能够持续改善 所以我们的团队为了达成这样的一个目标 花了蛮多的努力 那我们常说大数据带来了我们用电的挑战 但是我们也因为这些大数据 给了我们一些节约能源的一些方法 所以从这个模式中一举的把我们的空调进行改善 这是我们觉得最骄傲的一件事情 我们看到我们的一个中央监控系统 它可以随时监控我们大楼的一个用电的一个状态 那包含我们的照明的部分 包含了冰水主机 还有我们的冷却水塔的部分 还有空调这样的部分 我们每个地方都可以去监控它的效率 那我们在那个冰水主机的部分 我们也泰换了一个高效率的一个磁浮冰机 然后这次也泰换了大量的一个高显热的一个空调箱 在这次泰换过程中 我们也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节能量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河宇关平安康机房 那我们使用了冷通道封闭的技术 让冷风集中在中间 那透过上方的热通道 回到我们最新型的空调箱 达到我们节能的目的 节能用心做 省电做黑来 让我们洗手 节能简单 Go!台湾!